马骨坑 二人组咯 马骨坑是一种本格品种的柑橘 乡丽幼儿园的小朋友 扮成各种骨坑在地的农产品上台走秀 这是骨坑柳丁节的宣传记者会 骨坑乡长林慧如说明 他们像内有许多柑橘类的作物 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1月期间是收成期 其中柳丁是12月时采收 所以每年他们都选在这个时间办理柳丁节 今年以橙色的季节为主题 7号8号两天将要登场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盛德 进一步说明 骨坑柳丁产量占全台的四分之一 所以来骨坑一定能吃到 柳丁最新鲜又最当季的好滋味 现在刚好是柳丁成熟的季节 那后续还有很多水果包帽骨干 也即将成熟 所以我们把它定位成 骨坑橙色的季节 就是很温暖很有希望的 以骨坑价工作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透过柳丁委员 争取农业部的支持 还有县政府 也给我们金会的资源 所以我们就办了这个 骨坑橙色的季节 那在7月跟8号就在绿色隧道 欢迎大家 来到骨坑享用我们的好果品 我们粉丝骨坑的柳丁 面积全台湾有四分级的柳丁 都在我们的柳丁有1000多公顷 所以要品尝最好吃的柳丁是这个时候 12月7号8号就在我们骨坑绿色隧道 我们的橙色的季节 是品尝柳丁最好的时候 主办单位说明 今年的活动只要民众身上有穿任何一项橘色衣物或配件 就能到会场换取小礼物 同时他们也准备榨柳丁脂体验 以及各式的食农游戏 记者会向农粮署中区分署云林办事处主任黄冠复 以及立法委员刘建国也出席跟幼儿园小朋友同乐 大赞骨坑的柳丁香又甜 推荐民众一定要亲自来体验 骨坑香不只有著名的咖啡 我们还有著名的好吃的香又甜的柳丁 欢迎我们全国的民众 这个周末都可以来到我们骨坑 参加橙色的季节柳丁节 香又甜骨坑的柳丁汁 最棒最甜最香 12月7号8号欢迎大家来骨坑香 品尝这么棒这么香这么甜的柳丁汁 2024柳丁节7号8号将会在云林县 骨坑绿色隧道登场 主办单位邀请民众一起来品尝各种柑橘类果品的好滋味 体验橙色季节的魅力 接着我们在云林县采访报导 海洋钢柳丁池